玉里正在会证证总执询倒数第三天 农家出身的证明代表罗士权 他在60分钟的执询时间里头 大到原规水到灾损鉴定大小眼 还有农业客人员荒唐作为 小到农业制裁补助快塞检测费用 以及排水勾盖的问题 都聚焦在玉里正农产业的议题上 而镇长蔡秋龙也足以回应了 尤其针对快塞费用问题表示说会延绎重新调整 真的玉里正公所这一次远规台风 随到农损申办与鉴定 即便中央与县府强调充宽认定 但却沦为农业客员一人说了算 灾损现今救助鉴定大小眼 农家出身的正代表罗士权痛批讽刺直询 他这个人这种人才还适合在我们公所 当他走偏的时候 我会让他有一个机会改正 如果还继续执名补物的话 我会一定该怎么处置 我是认为你不要再推脱了 该要斩地接田 该要让他走人就走人 不要讲说该给他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是造成我们农民的损失 就会到其他科室也会造成其他科室的困扰 此外对于水稻输果快筛战 团筛为30元 农民则要300元的收费标准 两者居然相差10倍 让农民网子却富 影响玉里正无独友善农产业的发展 正代表罗士权对正公所农业客的荒诞管理也看不下去 胡接任客长一职的叶佳琪则表示 将研议重新调整 除了聚焦农业课题 对于农业制裁补助 排水勾盖 请里长清理 玉里虹桥环境 赤哥山农民砍草 清理道路环境的费用 至今也都未付 正代表罗士权在60分钟的咨询时间中 逐一提出咨询 镇长蔡秋龙对此需行受教 也将检讨改进 记者时限于玉兰玉里镇采访 报道